我先問一下各位 YouTube上有字幕這個大家都沒問題 對吧 那 你如果是在看外語的 我們如果看中文的 你用KING的基本上也還OK 可是如果你看的是外語 不管是哪一國語言 今天如果你對那個語言不是很熟悉的 是不是就看不到 對不對 只能看圖片說故事嘛 那 沒有錯有的確實可以幫我們翻成 就是有那個翻譯 可是呢有時候你看那個翻譯 好像又覺得怪怪的 對不對 因為那個精準度畢竟 不是說完全正確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電影有雙字幕的 有啊有啊 對不對 有些是這樣子 就是像我們MOD的 你也可以選擇你要看哪一個字幕啊 那 如果說能夠同時看到的話 其實 就是這個時候 對我們在學習 事實上是會有幫助的 尤其是 你不是說單純的 我只是去學那個語言 而是說我想了解影片的內容的時候 你這樣子就可以比對一下 欸萬一你覺得聽起來怪怪的 我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 那你就可以比對一下 那這裡呢有一個擴充工具 它有 Google Chrome的 也有Firefast 當然 各位如果你的電腦是Win10 比較新的Edge 它也是Chrome系列的嘛 所以也可以裝 也可以裝 那我們這邊 這個是Chrome的版本 我就先安裝一下 Chrome版本 點下去 我把它加進來 好 新增一下 OK 右上角 你有看到一個這樣的東西 右上角在這邊 那我現在呢 我就進到這個YouTube裡面 好 我們進到裡面來之後呢 我們找一個外影片 一般來講 目前 英語系的這個影片 發音的部分 YouTube 就算他沒有什麼 本身沒有上字幕 他也會自動掌聲字幕 這個是目前在YouTube影片 的處理的方式 那麼 如果你是其他語系的 那就很抱歉啊 需要怎麼樣 自己來了 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BBC的News OK COVID-19又來了 好 好 那你看你點下去 好 那各位你看到他這邊 有沒有字幕的功能 有對不對 好 那你把這個打開之後啊 這樣子 我看不太懂 怎麼辦 你看下面這邊 剛剛我們不是裝了這個嗎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會看到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頁面 它這邊 有沒有跳出一個東西來 有齁 但是一個前提就是 在Chrome 是用這種方式齁 但是呢 它Firebox就是直接出現在 這個工具類出現在下面 而不是出現在上面 那沒關係 我先把它的官方字幕打開 那你看看 在這裡 點下去 有沒有 這裡你可以選擇 欸 我的第一個語言 跟第二個語言是哪一個 好 第一個語言我想用英文的 第二個語言我想用英文 產生之後 幫我翻成中文 有沒有覺得 感覺起來好像好一點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 壓力小一點 如果其他語氣就要看 就要看 因為它有的 自動翻譯的部分是可以用的 就是說 欸我可以 這裡產生之後 你可以先把它轉換成其他的 比如說欸這個是日文的 那我先請它翻成日文的 再翻 再一個翻成中文的 哈哈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同步看吧 對不對 當然這個呢 你可能 每個影片你可能要稍微試看看 好 就這樣的話 其實 如果 我們要了解影片的內容 有沒有覺得比較容易一點 那不可否認的網路上的資源 你應該很清楚知道 英語發音的 有沒有占絕大多數 對不對 齁 甚至超過一半是這樣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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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記憶體吃人多 這個是不可否認啦 雖然它一直有改善啦 確實有好一點的 可是我覺得 它在整個記憶體的管理上 你如果開比較多分頁的時候 你應該很明顯發現 怎麼我們家的 電腦越跑越慢越跑越慢 那Firebox啦或是其他瀏覽器在這一塊 相對來說會好一些 OK 這樣了解了嗎 那我在我部落的文章裡面 我用的就是那個 Firebox的版本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的那個畫面是出現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 我的畫面是出現在下面 不像剛剛Chrome它是在哪裡 在那個右上角這裡 這樣了解 那麼它只有進到 YouTube這樣的 影片的頁面的時候 這裡才會變藍色的 有沒有發現 如果沒有它不支援的 很抱歉它就不會亮起來 等於它會自動判斷 所以 這個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地方 有嗎 有嗎 有判斷 對啊對啊對啊 沒有我說會判斷是說 它是不是在有影片的頁面裡面 對對對 你看我這個 不是YouTube的頁面 它就不會變藍色的 這樣了解意思啦 所以 這個小工具我覺得對我們在 學習 就是所謂的 我不是以語言學習為主 而是我想要了解 影片內容為主的 這個 幫助還蠻大的 那你會再試一個嗎 好啊好啊你想要試哪一個 DAS TAS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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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找到什麼 就是一些報導 報導好那我就點這個 好按下去 那麼我如果是在Firebox的話 我是必須要先把那個它的官方字幕打開才行 但是我發現在Chrome裡面是不用 那沒關係 這裡不用開 你看點進來 好我們先看一下英文 第一個字幕 第二個字幕英文之後幫我翻成中文 中文 這樣有吧 這樣有沒有覺得 好一點 這是什麼 什麼語言 德文喔 管他的嘛 反正你聽不懂看不懂就看中文 這樣有沒有覺得可以學的東西 好像更多一點的 OKOK 那這個就交給你 是有興趣的話 再試看看囉